无论我们愿不愿意看到,境外势力已经开始介入香港的事务,他们要进行过桩,地产方面的过桩,就是把香港所有地产的势力过桩到中国的势力。 现在我们继续谈那个凡逃犯法当中的五大秘密。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?第二个秘密就是,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听,不管我们就理不理会这个因素,但是的确境外势力也在介入香港。 四二八游行这个事情里面,然后也介入到凡逃犯法的整个立法的过程里面。 更进一步来讲,境外的势力在香港已经在推动他们的种种势力去影响香港的情况。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,你说为什么要退这个法律?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收紧,中国要收紧对香港的控制权? 因为过去一直以来,中国对香港的控制,基本上那个控制力度是非常的强大的。 但是没有明摆着,都是暗地里,但是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。 基本上你说那个特首选上了,马上第一个拜门就是中联办。 立法会的议员主要不是民主派的,基本上选完之后当选了,也会马上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早上去中联办去卸票。 然后呢,中国航空出了什么大事? 那个,该这么说吧,中国航空,然后海航俗杀CWT,假如说在香港有什么重大的买卖,股权的卷让,都要献智慧。 对香港政府,以及中联办。我们就可以看到,其实中联办呢,就等于是中国了。 在香港的角色呢,是非常非常之大。 那既然控制,他的控制力已经这么大了,为什么还要明白,多加一种工夫,要通过这个反逃犯法,这个条例呢? 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,有境外的势力,要参守香港的事务,导致他为了,中国为了要保护这个地盘。 所以,要加强控制香港的力度。 这,就是第二个秘密。 那,无论我们愿不愿意看到,境外势力已经开始揭露香港事务。 好了,另外一个秘密是什么呢? 另外一个秘密就是,我们可以看到就是,为什么我们说,这个反逃犯法,对于香港的开发商,香港的地产商影响很巨大呢? 主要原因是因为,这个法律一通过,基本上随时随地,香港的所有人都可以,他们的资产都可以随时被冻结。 然后人可以随时遣返到大陆,进行调查,审判。 那这个,这样导致什么呢? 这样导致,香港成贵他们的资产呢? 就,开始积极可畏,不安全。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?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? 那,假如说有看我们之前视频的朋友呢? 就可以知道,其实,重联办在香港,地产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重,越来越大。 再进一步的,就是,他们要进行握庄,地产方面的握庄。 就是,把香港所有地产的势力,握庄到中国的势力。 这个事情,看起来好像就是不可思议。 但是,其实呢,香港也经历过很多次。 经历过好几次这种,地产的盘子,握庄的事情。 在1967年,香港暴动,那时候就造就了李嘉诚。 因为他那时候就很多外资就撤离香港。 然后呢,李嘉诚呢,就大手买入香港的地产。 结果呢,就成为香港最大的开发商了。 然后1983年,就中美,中英,就有一个香港的前途的一个谈判。 然后那时候呢,香港的疑合,就欠菜到新加坡。 就因此就重向撤资。 然后香港的财团也趁着这个时机了。 就占据中华,以及香港很多不同地区的房地产的一个地盘。 导致了从1980年代,就逐渐开始。 地产势力就从英资卷到港资,四大家族所上。 那到现在,现在就是从港资转到中资所上。 所以接下来,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,需要去研究就是, 到底是哪一些中资会接盘呢? 这个,之后我们进一步再与大家去讨论。 另外一点呢,就是大家不可不知的就是,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随着中美进行贸易谈判, 中国对于香港的那个控制力度就越发加强。 那,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中美谈判, 与中国对于香港的控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。 是相关的,甚至香港对于台湾的控制力也正在加强。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?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,因为随着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, 谈得好,当然好了。 但假如说,谈得不好的话呢,那中国与美国做生意的能力就会减弱。 那到时候呢,怎样出口,怎样进口,就会是一个问题。 因为美国会进一步制裁中国。 假如说中国要在一个制裁的环境下, 继续与外界有贸易的来往的话, 就必须有一个窗口。 那个窗口,现在来讲呢,最成熟的窗口还是香港。 为了要保持这个窗口, 然后可以维持着中国与国外的进出口的话, 香港的地位就越发重要。 所以必须对香港加大那个控制力度。 所以可以看到一点就是,最近为什么香港楼市会涨得这么厉害, 然后股市呢,也开始在反弹了。 跌了一轮后,又开始反弹。 就我们可以隐约看到,就香港逐渐成为中国在制裁的环境之下, 对外的一个越发重要的一个窗口。 在制裁的环境之下,你别说, 现在准备要制裁的那个电子设备。 你说,就算是粮食,药品,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物资, 也需要透过一个所谓的自由的贸易港,才能进与出。 那在文革的时候呢,香港就用来运输药物,还有就是那个武器进大陆。 香港有做过这种事情,那现在只是重新在做这个事情。 我们能感觉到就是,香港的地产为什么不断在涨? 是因为,国内有越来越大的势力在进驻香港, 把香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去处理。 未来中美贸易谈判,假如谈本之后, 中国对外界的一个主要的窗口。 我们下期继续再说。 假如大家对我所说的内容有什么意见的话,欢迎留言。 然后记得按一个键订阅。 然后感觉内容可以的话,谢谢大家,请我喝一杯咖啡。 谢谢大家,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